我真的有以前以為 它有沒有 這個洞變多 就以為它會變那樣 變大聲 以前有這種誤解 可是如果以邏輯來講的話 我們一個八度有十六個音 那妳只開五個洞 那是不是其他七個怎麼辦 七個用氣推 對 那就容易造成說 妳所謂的不平均 那如果說以法國人的推法 它是十個音頭比較弱 所以妳開跟幣差別沒那麼大 是的 我從剛剛到現在 我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出來 我也很想要問一下許大哥 就是它竟然孔開成這樣 那跟沒有劍其實沒什麼差 它要連動吧 它是想要其他的孔的連動 是的 那妳就會走回那種 古舌的古舌P Y-G-A-P-A-P 對 那其實是不是只要有其中某一個連動 例如說這幾個洞 多開嗎 那妳要變請章魚來幫忙 所以 章魚 對 我們就在那邊爬來爬去 不 它有時候是透過我們手指的一個蓋兩個洞 我們有十個手指蓋十個洞 第十一個洞在側地方 對 手指這麼大的部位 對 這會高死我們 真的 真的 這個我們還不錯 你今天要這樣子 這個後來的話 就是發展到 我們國月底子叫辛迪 就是這個理念過來的 OK 就是手要這樣扭一下 是 那個年代其實他們 在英國有提出這樣的一個設計 但是因為說實在我們 你自己都知道太為難了 所以才會被被母 這比較簡單的方式去解決掉 哇 這樣 居然 居然有這麼動作派的時候 對 動作派 那徐大哥什麼時候要搞一支來給我們拍一下 找得到嗎 還找得到嗎這樣子 那個有簡化版的 簡化版的 因為他認為說 有些半用不到 所以他會只開解決 大概八孔九孔那個都還有 但是因為那是比較特殊 但是它是一個洞 也是這麼遙遠嗎 殷孔也是這麼遙遠嗎 它的設計它是把殷孔加速 所以距離有稍微縮近一點 對啊 因為我覺得有點遠 要這樣子 要這樣弄也有點 真的是太麻煩了 是的 因為這邊有一支蠻特別的 它有一個很特殊的設計 對於德國人來講 的那個就是手型 對不對 那個一般我們叫crash 對有一個這個可以加上去 對 那好像是為了讓那個 就是手比較大的人 或者說我們從歷史來看 在金屬底還沒出現以前 大家吹的都是木頭底 跟我們現在是顛倒的 也就是說 長底的發展是從木頭底開始 是 那我們這檢查看 木頭底的 因為它的木材需要一個厚度 它內徑一樣 所以它的外徑比較粗 可是金屬底因為它比較薄 所以它比較細 那也就是說如果大部分人 吹木頭底習慣 它的手是比較開 比較鬆的 拿到一個很秀針的樂器 對 好像你拿了一個針一樣 所以它想要一個支撐 了解了解了解 因為我剛 我有先試過這一把場地 然後我有一個感受 按不到 就是按不到 我這邊也很遠 因為我有一個感受就是 最清楚 最明顯就是這個案件的問題 跟開拱閉拱沒有那麼直接 可是我覺得它比較平 就是我們現在現代長地 因為它有加拔孔 焊孔這件事情 所以它整個跟管身是抬高了 那水平線被墊高了 所以我們手指頭好像似乎要比較努力 可是這個的話 我的手可以很自然的比較平 對 只是它的管身真的比較粗 所以對我來講是有一點重 因為這個木頭它真的重量比較重 對 可是這個手感真的就是不一樣 然後這個比較強 對 比較舒服 它其實是比較舒服 你可以比較好的就是環繞在這個管 是 確實如果長期演奏的話 像我是演奏 現在很顛覆 就是這個然後換到這個 變這麼瘦 然後因為我們都吹這樣 然後換到這個 對 真的是完全 就是有時候我們從歷史上去看 會發覺很多東西 是跟我們現代的想像跟經驗不一樣 對 完全顛覆 好有趣 其實像我自己我比較喜歡吹木頭 因為那個感覺手是比較鬆的 對 是 比較舒服的 只是好像不能練太久也不錯 就是會很重 很習慣吧 習慣 對 肌肉 對 我們剛剛講到的是就是 跟劍 跟發展 法式 法式 英國 對 然後還有德國 那像不同的國家的案件 它的設計上面是有很大的不一樣嗎 例如說我們剛剛看到的 你看這個是 老師有看的 這個比較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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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線橫桿 對 機線橫桿 那我們來看看有沒有其他的 其他的都是比較正常 只有這一支是比較正常 眼睛看起來比較正常 可是我剛剛這一支樂器 其實也有不一樣的設計 Sense F 對 有一個不一樣的設計 這邊 這支 然後其實這把也有不一樣 就是它在這個案件上面的系統上面 而且它多了一個 它比正常常你多開個洞 我們要等下次吧 對 比太多了 對 所以你的那個 對於開孔跟閉孔的這個 就是說在邏輯上 那如果說這樣按下去 它其實會有 像我們剛剛在試吹的時候 會覺得有一點點就是離開它的手 有點遙遠 那它其實跟它要的那個聲音 就是說有沒有什麼樣的 在你在試的話 這兩種 因為其實你拿到一百的古董昌廳 你都要去測試它 那這兩種劍對你來講 需要去 需要去怎麼講 去學習的案件上面 開孔跟閉孔上面的那種體驗上面 有什麼不同 基本上我們在 其實在吹閉孔對你來講 是比較舒服的 那我以前隨口開孔 那以現在開孔跟這個ring key 比起來的話 ring key它的特別是說 因為它的孔是靠你的肉墊去蓋的 跟你這個開孔 透過按鍵跟閉孔 感覺不太一樣 在這個ring key的系統 你會感覺更直接 包括氣的感覺 你手就會感覺到了 這樣子的話 在當代來講 他們會認為說 這樣子他們對氣的控制會更敏感 除了說你聽聲音 你的手就會感覺到那個震動了 那對於我在試音來講的話 當然這個ring key來講 你會感覺說 按的感覺跟現在的觸感是不一樣 它感覺是手會比較深一點點 這個需要習慣一下 對 但是就ring key來講 當時的設計他們是 可以想說 在機械的簡化上 是比被母的簡單 因為它事實上 這三個是做一起聯動的 一起聯動的 這兩個一起動的 可是我們被母的必須分開 被母的必須分開 真的耶 對 這樣子它造成說 在當代的一個工藝環境下 因為你想這把樂器 大概是118 70年代 那時候沒有現代化製作 連車床工藝都是問題 當時的車床是用腳踩的 這樣踩腳踩 然後轉然後再去車的 那所以他們在一些工件的要求上 跟現在是不一樣的 會比較辛苦 那相對的他們透過當時的環境 去設計這個底子 他們讓它很大程度的 簡化了這個機械結構的傳動 那請問它的那個材質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還是都一樣 材質設計上面 這個好遠 我是說件啊 案件 案件當時他們最常採用的是銅 青銅 黃銅都有可能 甚至後代還有白銅 那對他們來講 銀的話當代是錢幣 所以要拿來做這個 真的很捨不得 好像就是說 你當代拿K金來做案件 跟現在意思是類似 所以當時的普遍的情況下就是 大概都是銅件 那能夠用到銀件已經是非常高級 那在那個年代 用K金幾乎是國王的等級了 那有用木頭件嗎 木頭件一方面它的加工有困難 第二個它沒辦法強壯 它的塑形也比較不容易 比較有問題 所以就只有用金屬來做這個 案件 在當代的一個環境下 那比較少數是會用類似牛角 或者西牛角 羊角 但是那是屬於少一部分的零件而已 它不會整個都用那個東西 對 有的會在科 對 是為了美觀 有的更多是裝飾 表達它的財富 對 身分地位 對 那當時其實要最表達的身分地位 是用象牙做 對啊 全象牙的 有全象牙的第一次 對對對 所以我是要問說 像早期貝姆的壁孔 它銀孔比較大 對不對 織金比較大 然後這種法國式調整的是比較小 小一點點 那我們現在的 以我們現在modern的 這種開孔跟壁孔其實是一樣的對不對 這個你要看各種家怎麼去決壁 所以其實還是會有不同 是的 因為 說實話 就現在廠家你看它拿到的model 是哪個model 可以下去做 就看它的傳承來自哪裡 是的 是的 所以會去到不同的scale的 這種現代樂器 沒錯 沒錯 學問大了 對